大家好,我是强子 今天这门课程主要给大家介绍 外部测试的课程体系 前边我们已经花了一点时间 给大家讲解整件测试 整个的一个学习体系 咱们再一起来做一个回顾 整个软件测试的课程体系 主要包括四个核心的模块 第一个是系统测试 第二个是外部测试 第三个自动化测试 第四个是性能测试 当然还包括附加的两个模块 第一个是关于我们IT技术的一个技术储备 当然主要是自软件这方面 另外一个是我们软件测试 跟行业直接结合的一些行业应用专体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系统测试主要帮助我们解决的是 有这方面的软件测试的这种意识 同时能够有效的 把软件测试的这些工作给开展起来 那外部测试的话 其实更多偏重于是 技术层面的一个运用 我们对当前比较流行的这种 外部系统的架构 那么利用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技术和方法 对它们进行测试 那第三个自动化测试 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学会 去把自动化测试的工作给开展起来 那同时基于目前最流行的这个UFT这个工具 来给大家做知识的一个讲解 那当然事实上自动化测试呢 对于web系统来说 本身现在还有比较流行的另外一个一个自动化测试框架 叫做Sendinium 那么这个呢 Sendinium这个工具呢 我们呢 可能会在额外的模块当中再可以给大家补充 但是我之前给大家说过工具本身不是最核心的 关键是它背后的一个工作原理和我们在测试这个开展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方面的积累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 那第四个核心模块是性能测试 那主要解决的是呢 系统的一些性能问题 我们首先得去找到这些问题 另外呢 得去分析出来 这些问题它存在的原因在哪里 最后呢和研发人员一起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好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本身 web测试的这门课程当中来 web测试的话呢 这个模块啊 总体整体上来说 它的内容其实啊 也挺多的 那么我们呢 挑几个大的点 来给大家做一个课程体系的介绍 第一个是咱们的网络协议 网络协议这门课程的话呢 我们主要会去学习的是 这个协议层面 包括整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他们互相进行数据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一步一步是怎么开展 对于我们没有网络基础知识的一些同学来说呢 这个储备知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呢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学习 并且呢 做好相应的一个练习 如果说有一定网络知识的同学呢 那当然呢 可以相对来说 快速的去浏览一遍 但是啊 也不建议说就完全忽略它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要从测试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东西 和单纯以前只是学一下这个协议知识本身啊 这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第二门课程呢 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的是 Web的开发技术 Web的一个系统 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它给做出来的 从前端HTML页面的设计 到后台服务器端 甚至再到服务器和数据库的一个处理 然后再把处理的结果再返回给客户团 这个过程到底的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 我们希望通过Web开发这本课程呢 把这里边的这个流程和相应运到的一些知识点 给大家去讲得更透彻 同时的话呢 咱们也会结合一个 咱们一起来开发一个留言本 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程序 来把这个知识呢 给做一个整体的梳理 那毕竟我们不是呢 一个程序员 我们并不会把大家培养成一个 很直升的一个程序员 很牛的一个程序员 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点是 理解它背后的这些逻辑 便于我们去把测试的工作 开展的更加的有深度 更加的有针对性 那第三门课程呢 叫做前端分析 Web系统的前端分析呢 主要关注的就是 我们基于一个用户的立场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是基于从浏览器的这个角度 咱们来分析 我们的这个Web系统 到底在页面上的设计上 在一些这个资源的一个利用上 它有没有一些性能上的一些问题 有没有一些安全性可能的一些漏洞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包括我们也可以评估一下 整个系统到底它的一个处理速度怎么样 处理能力行不行 那么事实上呢 前端分析它应该说更多的偏忠语 于是偏性能测试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知识 但是呢 前端分析这一部分啊 其实我们说它的技术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它更多的是要求就是我们呢 对这个Web系统的架构首先要非常的清楚 并且对协议呢 也是非常了解的 了解它的整个运作的过程 同时呢 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分析的能力 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和采集到的一些样本 我们能够推而广直 知道这个系统从前端的角度来看 有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前端分析这门课程 放在了网络协议和Web开发课程的后边啊 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那么第四门课程呢 咱们主要讲的是安全性测试 Web系统无处不在 什么样的用户都有 有正常的用户 也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一些用户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系统安全漏洞 导致的一些问题的爆发 那所以呢 对于一个Web系统来说 安全性测试尤为重要 尤其是现在咱们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很多是以前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可能就是获取一些信息 查阅一些资料 而现在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 很多情况下都会牵涉到 要直接进行在线支付 又牵涉到这个 前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么安全性呢 更加更加的重要了 那么通过这一门课程嘛 我们能去给大家去 把整个安全性测试里边 比较通用 也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 技术手段做一个介绍和相应的练习 把这个Web系统尽可能的 保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线上 当然安全性测试本身呢 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 我们呢 从前端来说 从服务器来说 从数据库来说 从防火墙 从硬件 有各种安全性需要考虑 那么我们这边的课程 更多的当然是关注 纯粹软件层面和网络层面的安全性 好 那么第五个课程呢 咱们会去学习到 Web系统的 可用性 兼容性 好 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 常用的一些技术和手段 但是我们Web测试这门课程 本身不太会去给大家去介绍 过多的跟黑核的功能测试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知识 因为呢 这些东西啊 本身呢 它是跟我们的需求有相关性的 它不属于特别通用的一个范畴 功能性的测试 咱们在系统测试里边呢 会给大家去介绍很多 所以Web测试这个模块里边呢 不太会去涉及的 那么整个课程来说 主要包括的就是这样几大模块 那么这些模块当中难点和重点 事实上对于重点来说 咱们拎出来的这几个都是重点 这五个课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因为老师其实在设计这个课程后 给他去讲的时候 已经是把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已经都给砍掉了 保留的都是很有价值的那一部分 很具有实战性的那一部分 所以重点没什么话说 那对于难点来说呢 对于大家一些很多这个咱们初学的一些同学来说 其实比较难的呢 主要在于第一个是Web的开发的这一部分 需要大家呢 多多少少有一些开发知识的储备 但是光有一些开发知识的储备 会变一些脚本呢 或者说程序啊 不见得就完全能够理解它 因为它牵涉到要组合的场景太多了 它不是间单写一段代 这个代码就可以搞定的 我们还会牵涉到跟服务器和数据库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难点 但是这个东西 我们也需要 辨证的来看待啊 我们并不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Web开发工程师 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基础 它的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原理就好了 便于我们去理解整个Web系统 那第二个难点呢 应该就是我们的安全性的测试 安全性的测试呢 里边 其实啊 一方面是技术 还有需要有很多想象力 和一些 这个想象力啊 不是随便来的想象力 事实上呢 它是说呢 咱们有一些相应的经验的积累 咱们能够根据一些看到的一些现象 判断出来一些可能的问题和漏洞 好 这是两个呢 可能比较难的地方 事实上啊 这几门课程对于大家来说 只要你跟着老师的节奏 都不会显得说特别难 根本难也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如果呢 你没有心不在焉的 随便跟着听一听 那我也可以保证 你一个知识点都可能掌握不了 OK 那这是整个一个课程大的方向 那么细的一些的话呢 也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关于网络协议的这一部分 当然首先我们会去讲一讲 整个互联网的一个背景知识 花很少的一点时间 那么还有呢 整个web系统的一些基础架构 和它相应的一些核心技术层面的一个介绍 这几个话题呢 主要是介绍性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会看一看网络协议更具体的东西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动手练习 来真正把这个协议落到实处 那我们呢 就来完成一个很小的一段代码 来让这个飞秋啊 一个局网通讯工具 直接把它给玩崩溃 好 我们呢 通过这样一个练习啊 来真正理解这个协议 它是怎么之间工作的 那接下来最核心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web系统的基础 htp协议 那这个里边的知识点呢 就会相对比较多 而且这个本身的一个运用的话呢 跟我们后边的web开发的技术 web前段分析的技术 安全性的技术 和这个兼容性的一些相应的技术 都有关联啊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个重点 那么对于htp协议本身的一个学习的话呢 我们也不会单纯的只是去给大家讲一些基础的知识 我们呢会有几个啊 给大家安排了几个实战性的一个练习 包括工具的使用 包括呢 我们最后会用Java来完成一段代码 来给论坛进行灌水 那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直给论坛不停的发帖子 那这个发帖子的过程呢 当然所使用到的技术 有很大一部分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协议 本身啊 它的一个运用 那么 这是关于网络协议的这一部分 接下来第二部分呢 是web开发的技术 那web开发呢 我们重点介绍的是前端和服务器段 前端的话呢 包括我们页面的一个标准的布局 html和咱们的JavaScript进行页面的动态处理的 后端的话呢 我们主要以PHP来给大家做讲解 事实上后端的开发脚本很多了 Java呀 可以开发 .net可以开发 PHP可以 当然现在还包括Python Ruby啊 都可以来做后端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呢 以这个PHP来做 作为咱们的一个学习主体 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培养 我们要成为一个Java程序员 要成为一个这个.net的工程师 我们培养的是说 这种意识 前后端到底是怎么关联起来一起工作的 所以呢 用PHP来做演示啊 和练习已经足够我们去掌握我们的一个知识了 那后边呢 web前端的分析 咱们呢主要会利用一些工具 结合HP协议的这些工作原理来找到前端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然也会去给大家安排相应的一些练习 我们不单可以去找这个 你所见到的任何网站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甚至我们还可以比方说啊 我们以后去找工作的时候 我们去面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面试的这家企业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前段分析的这样一些技术 去找到他这个公司所在的这些网站的问题 我们如果带着问带着这些网站 找到一些问题去跟面试官聊啊 我做测试我怎么做的 你们这个网站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相信面试官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好接下来的话呢是安全性的测试 那么我们会去介绍啊 关于一些常见的一些安全性的漏洞 和我们如何来进行预防 最后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综合的练习 那最后两个话题就可用性和兼容性啊 这两个方面呢 应该来说啊 技术要求上来说 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 更多的就是咱们能够树立起这种意思 能够知道怎么去做它就可以了 OK 这个以上这些呢 是我们关于web系统测试这个模块的一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课程体系 今天这门课先到这 谢谢大家 词ray